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不要突然 都不想到這麼快的環節就到了 兩年前呢 是五次運動爆發的 100週年紀念日 那麼100年下的5月4日呢 是先進青年知識分子 他們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 愛國科學靈母進步的五次精神 那麼如今呢 這種偉大的精神正穿越時空 歷久彌新 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中 引發生辰共鳴 那麼作為當代的青年呢 我們應該思考 如何在現實的大環境下發揚五次精神 讓他在新時代 煥發出新的活力 對於這個問題呢 我想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今天呢 我就想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當代青年人 對於五次的責任和使命的看法 這個 沒有 那其實我是出生在山城重慶嘛 因為小時候就喜歡去父親的山去上面 一玩就一整天 他們是在休息日的時候 那麼每次去都會有新的發現 長大了之後就會知道 其實這是對於大自然的一種向往 也是大自然的一種魅力 所以我一直都對跟環境保護相關的公益項目很感興趣 前不久呢 也作為聯合國的千戰大使去參加了非洲的第四屆聯合國環境大會 並參觀了很多 具有當地特色的地點 其中 小巷波爾院呢 是給我印象非常深的一個地方 由於人味的破壞 大象死於偷獵 過度放牧和乾旱的事物呢 層出不窮 因而呢 也存在著 不少需要救助的小巷 否則他們將會在劣質下 過早凋亡 小巷波爾院呢 因此成立 在和小巷的接觸過程中我發現 有一部分的小巷呢 是非常排斥跟人類解除的 在詢問之後才知道 其實這些小巷呢 是因為 從小就是缺失了父母的庇護 導致了他們有一些心理上的問題 嗯 到這裡的時候我就會覺得 這是一件非常殘酷的事情 因為 這些小巷他們都是親眼目睹著他們的父母為獵殺 所以 那個時候我就在想 要是這個世界上 沒有 這樣的貪婪 慾望該要多好 作為一個有在千里的中國青年人 那麼我又能為他們做些什麼呢 此次非洲出行呢 我也一直在微博上分享我的動態 想讓更多的人知道 這邊土地上會發生什麼 如果每個人都能意識到 保護生態的重要性 自覺抵制象牙的製品 以及其他會傷及野生動物的商品 那麼我相信這個世界上 這個世界的環境就會越來越好 生態環境也會越來越棒 在接觸工藝之前呢 我覺得一個人的力量 就真的很有限 但是 在真正參與其中 我才發現 其實工藝就是這樣 很多時候它就是來源一個 很微小的一個行為 或者 說一個很微小的一個想法 構成它的也就是一些 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事情 但所有人 他們這樣一些微小的一些力量 他們能匯聚成一個很大的一個力量 他們就能改變世界 也正是因為這樣呢 我這次在非洲看到了 更多環保創新的途徑 那我覺得環保其實是一件 非常值得去堅持的事情 那麼 談到環境 剛剛也談到了 極少成多這樣的事 那麼 首先我想到的就是 數字時代 它這個 這個帶給我們的力量 據我所知 去年十一月了 來自全世界各地的APAC 未來直升青年代表 齊聚 八部亞新吉尼亞 討論的就是 在數字時代 促進充滿包容和合作的世界的形成 這一體 毫無疑問 我們是在數字時代下 成長起來的新一代 那麼時刻都在體會著 科技發展帶給我們的面臨 然而 記得這個技術 日期月曆的時代 青年人應該去思考 如何運用技術 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於是呢 我看到更多的人 通過網絡去分享 自己做公益的過程和體驗 由此號召更多人來 關注環境保護問題 我也看到很多年輕人 通過微博分享 對於一本書的感受 從而收過更多的不同意見 我還看到了身邊的人 通過朋友圈 去表達他們此刻的心情 成為一種生活的記憶 我們正經歷著一條信息 可以讓成百上千 或者說成千上半的人 看到了這樣一個時代 那麼這是之前所不曾擁有的 由於這樣的改變 這樣的改變呢 正是由於數字時代 數字技術所帶來的 我們會發現互聯網正在使人們 用知識交流 會讓人際溝通更加的方便 那麼這樣一個強大覆蓋全球的 網絡信息正在逐步的形成 我們有理由去相信 這能讓更多的青年人獲得 平等教育的機會 為他們的未來提供堅實的基礎 在全球聯繫愈加潛艇的當下呢 APEC未來之身給我們提供了一個 很好的與世界青年人交流的平台 我渴望聽到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 同名人的想法 並發表自己的觀點 相互切磋 感受觀點上的碰撞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這種經歷一定是非常酷的 因為是一個未曾擁有過的經歷 那麼我也希望未來與優秀的你們一起 共同踏上A派的未來之身的國際舞台 代表中國青年去發表屬於自己的聲音 當然在參與到國際事務之前 我想我們每個青年人可以做的 是成為最好的自己 覺得就拿我舉個例子來說 就是可能對於我的身份 有多重身份 有歌手、演員或者一些其他的身份 但是其實我想說的時候 說的就是我就是我 就是演員、歌手可能是我的工作身份 但其實現在我的日常狀態 其實就是一個普通的正常大學生 現在的我就是要完成課業的同時 要平衡好工作狀態 我會因為學過過一件事情而去煩惱 也會因為取得一個好的成績去開箭 但是我覺得無論面對什麼 我覺得未來會越來越好 一切的努力 終將會得到回報 我相信除了我以外的所有青年人 每一個你們都在為不同的目標所努力著 無論時代怎麼改變 努力的底色它是不會變的 作為未來的希望 我們需要讓自己更加優秀 才能讓肩膀足以承載未來的重量 五四精神的基本核心就是愛國主義 五四運動所體現的是愛國主義精神 既是中華民族百折固 自強不息精神的生動體現 也是注入了新的世界觀因素的結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了 寶貴的財富 強調五四運動是我國近現代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 五四精神是五四運動創造的 寶貴的精神財富 今天我們紀念五四運動 發揚五四精神 必須加強對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的研究 以引導廣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勵下 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 實現中國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如蟹奮鬥 我們需要牢記黨和國家對我們青年人的期待 成為社會建設發展的動量制裁 民進歷史是為了更好的前行 無論在哪個時代 我們青年群體的力量 始終從國家、民族、命運緊密相連 我們應該將個人奮鬥融入在實現中國夢裡 2019APAC未來之聲新年大使這個稱號 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個榮譽 也是一份責任 我希望能盡我的力量去鼓勵更多的年輕人 在努力做好自己的同時 去關注世界的發展變化 最後再次感謝APAC未來之聲中國族委會的邀請 我們2019年順利APAC國際青年迎見 謝謝 好 非常感謝這款發自內心的一段演講 給大家講述了自己的一些經歷 什麼叫做公義 什麼叫做五次經歷 我希望大家